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陕西应急救援总队特勤支队队长聂立强于2016年1月15日凌晨40左右,在西安市等女朋友时,看见一对妙林姐妹花搭计乘车回家,竟未随持铁锤爆打她们的头部,等女孩双双倒得后再强行脱裤猥亵,造成16岁的姐姐脑损伤死亡,14岁妹妹重伤, 聂立强最后被判死刑,但缓期两年执行,也就是死缓。 据通派新闻报道,聂立强于2016年12月5日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,法院当时省着聂立强五年内有过强奸前科,累犯行为让他的自首不足以轻判,而且对被害人的赔偿不足,聂立强不服提起上诉。 今年1月20日,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终审判决,依故意杀人罪判处聂立强死刑,不过缓期两年执行且限制减刑,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 所谓死刑限制减刑,指的是两年款刑期满后,假如死刑减危无期徒刑,则最少还是要坐牢25年,如果减危25年有期徒刑,最少也要坐牢20年。 至于聂立强家属答应赔偿受害者家属的90万人民币,约新台币410万元以交付给法院。